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男女有别 傅显这个人喜欢读书 很懂得一些文理 也烧制些医药 但是性情拘泥而迟钝 看上去活像一个腐朽萎靡的老学者 有一天 他迈着方布到集市上去 逢人便打听 看到魏三哥了吗 有人告诉他在那边 他便又迈着方布走过去 等见到了魏三以后 气喘了很久 还迟迟没有开口 魏三问他找他有什么事 他才说 方才在苦水井旁 见三嫂在树下做针线活 累了再打盹 您家小孩在井旁玩 离井口只有三五尺 似乎很值得忧虑 只因为男女有别 不便叫醒三嫂 所以跑来找您老兄 魏三一听大为惊慌 立刻奔回家去 等他赶到时 三嫂已经伏在井口 哭他的儿子了 寓言批判了男女有别 这类虚伪的封建礼教 也讽刺了迂腐固执的讲究礼节 而不知变通的书呆子 这类虚伪的封建